讲委员好 现在一直降到黄蓝灯 再下去就是蓝灯 而且照预估来讲 到今年年底这个趋势 可能一直是维持在黄蓝灯 那我想这样子 如果是假设 这个经济的景气的趋势 是一直是这样子持续下去 那我们到年底 我们的失业率会不会增加 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经济的整个大的趋势 是持续恶化 就国际的整个情势影响到台湾 持续恶化的话 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同工朋友的就业 而且国际劳工组织也对这件事情 也提出警讯 所以如果景气是这样子的下去的话 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我们到年底来讲的话 失业率原先刚刚讲到 主委说是要到破市是不可能的 那会不会提升 现在是4.15 对不对 到8月的话 失业率是4.15 是根本报告 到今年年底 我们这个失业率会是往上 还是要再继续往下 还是持平 所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去年整一年的失业率平均数字是5.14% 那经济会设定今年整一年度的平均是4.8% 对你刚才讲过 那我们努力的目标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可以看到三开头 比如说11月或12月份可以看到三开头的一个失业率的数字 那的确陈如委员所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整个经济景气一直持缓或甚至于恶化的话 那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的部分的确是可能 因此有可能会提升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失业率会提升 那你如果有没有预估一下 我们到今年年底 我们失业率会提升到多少 是 根委报告 因为我们今年设定的是4.8% 那目前我们大概4.5% 所以其实 只要不要超过4.8%就好了 平均数是不是 应该讲说 我们要维持今年的整年的失业率在4.8%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还是有可能可以控制在4.8%这样的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劳委会 针对经济会 这个景气的预估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应对的措施 是 对不对 我今天来讲预估景气会下降的时候 我要有什么措施 我要有什么方法 让失业率能够不会提升 或者是减缓提升 是 是 根委报告 因为刚好 我们之前在97的时候 真的碰到非常严峻的金融海啸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对于在面对整个经济金融的情势 可能会对劳工朋友的就业造成的影响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政策 有一些方案 那我们其实也对这些政策跟方案 在事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反省 跟检讨 所以如果 如果整个经济情况没有转好的确 往下在发展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其实应该准备的方案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都在准备了 那所以就是今年年底 假设景气还是这样下去的话 不会超过4.8 因为目前其实已经是9月了嘛 再来就10,11,12 那你知道说失业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落后指标 就是说整个经济情况产生变化到失业率的数字的 对的上升 基本上是比较延缓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最坏的导散 最好的准备 所以我们所有采取的因应措施一定会在前面 一定会在前面 所以我刚跟委员报告说 其实方案我们都已经在准备 好 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啊 主要的还是青年失业的问题 青年失业的问题啊 我们老委会 尤其是资讯局说 是你们今年的失证重点 就是有关青年就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下面那个橘色的一个图 就是平均的失业率嘛 所以到今年的8月的时候是4.45 可是你看看 我们这个最上面的那个粉红色的是20岁的 24岁 然后第二条是这个这个蓝色的呢 是15岁到19岁 也换句话说 虽然呢我们的平均的失业率是4.15 可是20到24岁的失业率到8月份的话 是13.58 那15到19的时候呢 它的失业率是11.72 然后呢 那个黄色的呢 是25到29岁的 那浅蓝色的是30到34岁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年纪越长 它的失业率越趋近平均值 可是年纪越轻的 它失业率高出平均值很多 所以青年的失业 尤其20到24岁 已经达到13点多了 13.58到8月份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老委会对于青年失业率 有没有任何的措施 而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值 因为我们看 总体的失业率是下降的 可是20到24岁的失业率是往上的 是往上走的 从今年1月到8月是往上走 1月到8月的整体失业率 从4.64降到4.45 可是20到24岁的失业率 是从12.64到13.58 所以整个趋势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今天毕业了 今天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毕业生 所以它的失业率会高 我觉得如果是以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应该跟毕业无关 所以我们老委会针对青年失业率 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以及设定目标 我们要把青年失业率降下降到什么程度 是根本报道 我们的确那个图非常清楚看得到 说青年的失业部分 跟中高龄失业的确有些 很大不同的特色 那中高龄因为是家庭的 主要的经济支撑者 所以他工作上面的稳定度 基本上是比较够的 那年轻人的失业率的部分 的确如有人所看到的 这个失业率的数字比较高 不过这是一个全世界 现在目前都在谈论的 我知道虽然是全世界的问题 也在谈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不能把它推到 是因为全世界的趋势 产业结果的改变 青年心态的改变 价值的改变 所以就应该会这样子 我想我们政府应该还是要努力 是是 各位报道 就是说大概分做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在校期间 就是我们的就业服务的部分 是不是往前做一点 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专就业学程 那么让他们在毕业之前 可能大三大四的时候 他对于将来的整个就业市场 就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 然后甚至于请一些 实务界业界的心职 进到校园去做服务 基本上是归青府会和教育部 对不对 校外套入社会以后 就是老五会了 那现在青府府会又要病了 要整病了 所以将来青府会也没有了 这一块了 所以对于青年的就业的部分 我想这个老五会 是不是能够再多花点时间 让我们青年的失业能够下下 好不好 我想请教一下 有心家庭的 有心的这个家庭照顾假 我想有很多人在这儿关心 那前几天报纸也讲 老五会所定的这个条例来讲的话 根本就请不到钱 很难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要 定出一个有心家庭的照顾假 比照公务员 公务员一个礼拜 一年可以有七天 对不对 其中有五天可以领 有心 那劳工故事不可以 如果今天因为 进了一个有关劳工的 有心家庭照顾假 然后呢 又让他拿不到钱 请不到这个款 那有什么意义 所以基本上 我们当然政府在考量 当然要考量一个裁员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那反过来讲 我们看就业辅导 就业保险基金 就业保险基金 我们到现在有盈余多少 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就保基金 还剩下六百多亿 六百多亿 最高是到多少 最高 一直差不多都维持在这个数字 哪里 最高到一千多亿呀 然后还了三百八十几亿给老 那后来我们修了 就那个劳工保险条例 把三百八十几亿还给老保 因为老保的财务问题 比就更严重 对呀 所以你看 九十二年 我们的救 救保基金 四百 四十七亿 到九十八年的时候呢 就九百多亿了 四年可以成长一倍 那我们这些救保基金在什么 我们这些基金要做什么 经济最不紧细的时候 十月起付 我们一年才两百多亿 平常一年四百四十几亿 只有九十八年两百多亿 九十九年就降到一百五十亿 一百五十八亿 所以救保基金里面 应该是有很多的钱 可是救保基金跟老保基金 是不一样啊 老保基金它是因为有老年给付啊 所以它是一个长期负债的问题 救保基金没有老年给付的问题呀 所以它是一个短期负债呀 左手进右手出 只要平衡就够K了 那我们救保基金 百亿的钱 百亿那么多干什么 百亿六百多亿 如果不还给老保基金 不还给老保基金的话 我们到现在又还是有一千亿呀 那拿这个一千亿 每年有盈余 每年有盈余几十亿的钱 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做 有薪家庭照顾呢 而且这个部分来讲 救保基金雇主百分之七十 劳工百分之十 政府只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如果我们有救保基金来负担 这个有薪家庭照顾假的话 政府也不要花钱 雇主也不要花钱 劳工也不要拿钱出来呀 不是很好吗 是 跟我简单回答两句话 对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救保基金的六百多亿 这几年差不多维持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刚委员所提议的 如果五天的有薪家庭照顾假的话 他一年就要花掉三百八十一点六二亿 所以等于是两年就会把六百亿花完 那这个对救保财务的长久的永续发展 尤其是在面对金融危机 有可能再次来的这样的情景之下 你用不说只要二十亿吗 其实这个部分一定要维持 你用上次不讲二十亿吗 如果比照公务员的五天的话 他基本上是试价给五天的薪水 当作家庭照顾假 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 全部没有条件的话 也只有六十几亿啊 没有没有 三百八十一点六二亿 三百八十一点六 我是觉得救保基金你们可以考量一下 是我们会考量